薰衣草是我的最爱 悠悠 这盆放到哪里呢 就放在这里吧 好吧 太感谢你了 猪猪 没有你的帮忙 我肯定来不及布置 不客气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还真的有 我想学习如何制作香水 你有这方面的书吗 故事博物馆里有一本书 应该能帮到你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 故事博物馆吧 这么多的书 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我都是按照类别排放的 找起来很方便 对了 你为什么要做香水呀 这周我爸妈会来看望我 到时候会一起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喜欢钓鱼 相遇在美丽的海边 他们还不知道我开了花店 所以我想用自己中的花做成香水 作为结婚周年的礼物送给他们 好浪漫 香水的书应该就在这层 找到了 这是法国最著名的香水王子传记 里面记载了详细的制香方法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香水王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制香大师 他的香水能够符合所有人的心 许多人都慕名前往 向他学习神奇的制香方法 这里就是香水王子的薰衣草庄园 我也希望能够住在这样一大片花田里 这间工作坊是香水王子的家族传承而来 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好香啊 窗外吹进来的是我最爱的薰衣草香 壁炉里是燃烧过后的檀香 连桌面都渗出了各种花香味 你的嗅觉非常灵敏 很有志向天赋哦 谢谢 您好 我们是来向您学习香水的制作方法 两位尊贵的客人 欢迎光临 我很乐意向你们演示香水的制作过程 请随我来吧 是 哇 好神奇啊 香水 香水就像梦想 想要实现它 首先你需要极大的热情 哇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过程 你需要足够的努力和付出 嗯嗯 好 香味会告诉你 你正在一步步迈向成功 哇 好香啊 这是完成了吗 不不不 现在的完成度为99% 加上1%的调香技巧 你的香水之梦就会完全实现 嗯 香水王子 怎么才能调出最完美的味道 最重要的配方是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 一击击中 哦 薰衣草香 我的最爱 我也被击中了 啊 嘿嘿嘿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原来做香水这么神奇 猪猪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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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蝶 爸 妈 儿子 好久不见 儿子 你身上什么味道啊 是花香 对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猪猪 游先生 游太太 你们好 猪猪你好 你的眼睛好可爱 谢谢 对了 这是我开的花店 你一直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是开花店 是啊 我喜欢花 喜欢香味 开花店就是我想做的事 可是儿子 我们是臭幼啊 白鱼滩是我们的家族事业 从你爷爷的爷爷就开始了 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情 更没有开过花店啊 可是 这不代表我不能开啊 游先生 游游的花很受欢迎的 我们都很喜欢 你们看店里还有很多花呢 爸妈 快进来看看吧 是 游游 礼物 对 爸妈 你们结婚中间今天日就要到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谢谢儿子 这是我用花店里自己种的花 做出来的香水 这个味道 爸 你 你还好吗 爸妈 我晚上还准备了一桌大餐 我们下次 再来 儿子 抱歉 我们可以明天再吃晚饭 拜 就像你说的 他们一直生活在海边 也许一时还不习惯吧 我没事的 珠珠 要不我们再做一次香水吧 可是 要怎么做才能送出这个礼物呢 也许 这世界上确实有人不喜欢花香味的 该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配方是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 一击击中 对方心里真正喜欢的东西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主猪 猪 悠悠 你看 这是大海的味道 对 香水王子说 最重要的配方 就是对方心里喜欢的东西 所以这才是最适合 送给我爸妈的礼物 谢谢你 珠珠 不客气 可是我总觉得 这些香水的味道 还差了点什么 海水 海藻 沙滩的味道都有了 对了 还有海边那些花的味道 是这个味道 不过我还是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喜欢 试试看吧 我陪您一起去 好 昨天我们俩就那么走了 儿子应该很伤心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一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忍不住打喷嚏 开花店对臭幼来说 多不容易啊 我担心他会受好多委屈 那是儿子的梦想 他还亲手做了礼物 我们都没有收 收到那瓶香水 我又想起那个味道了 我又想起那个味道了 爸 妈 儿子 游先生 游太太 这是游泳为你们准备的惊喜 游先生 这次不一样咯 这是和我们当年相遇时 一样的味道 其实我也准备了礼物 等忙完了 我们出去旅行吧 太好了 爸妈 结婚祝您快乐 我还是能闻到你花店的味道 你说过薰衣草是你的最爱 是吗 嗯 你家的分量刚刚好 这是完美的礼物 儿子 谢谢你的礼物 也谢谢你的好朋友猪猪 哦 比起给予别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如去了解对方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理解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持人 可能 我 我 袼 我